徐老师举手直接说没关系 开麦直接说 师傅 不好意思 刚刚有同学说这个 那个倒数计时的 那个是 那个MIT其实有插件 那你也可以去安装一些插件来使用 那我这边 我这边用的是那个Google本身的闹钟 所以你在那个Google的 这边Google底下不是有一个搜寻吗 你直接点一下搜寻 然后你打那个闹钟 时钟啦 时钟 它叫时钟 把它叫时钟 那如果你常用的话 我常用的工具 我会按右键把它丁选到工具列 丁选到工具列 它会出现在这边 所以每次你要用的时候 你就不用去找 你就直接点这里跑出来 点这里跑出来 那你就看你要 看你要用的是计时器还是闹钟 然后这边呢 这边是设定好时间的 如果是设定好时间你就直接Play 它就会开始计时 那如果你是要设定新的时间 你就 往下 有那个没有设定时间的你就 它有一个重新设定的按钮 这边有一个加了 你就加一个时钟 然后就可以直接去调我要几分钟 调好就直接储存 你就会有一个新的 新的两分钟的时间就直接Play就好 Play你也可以放大 它就会充满到视窗的 这个视窗的最大 我目前就是用那个本身的工具 那个超过A3的 Windows的工具很多了 还有这个蛮好用的 这个就是剪 剪贴了 那个桌面剪贴 这个直接 我们明天应该会讲到 这是桌面任何的东西 只要你想要都可以剪下来 都可以剪下来变成一张图片 那这个也是很常用的 明天应该会介绍到 那张老师问说超过A3的新制图 因为A3的新制图呢 你第一个你可以存成PDF 那如果PDF 好像是要收费的 才能够存PDF 那你可以存成SVG的图档 SVG是向量图的图档 你放大N倍它都不会变丑 所以你存成SVG的图档 那SVG的图档可以用浏览器打开 浏览器打开 那浏览器打开的话 你就可以再去利用那个列印的功能 看你的印表机有没有提供分割列印 它就可以印大张的 就可以印大张的 那我会蛮建议各位 如果你班级有一些很重要的学习的架构的东西 你把它印成大海报 直接贴在教室的后面或哪里 学生每天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有一些 笔马龙效应跟那个催眠的效果 它们会很容易去了解那个整个学习的脉络 它学习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就是先键零再键数 我们学习一般也都是这样子会比较OK 以上还有老师有问题吗 那个双萤幕的设定 双萤幕设定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萤幕确定可以接接上去之后啊 你在你的桌面按右键 这里会有一个显示设定 显示设定 那如果你萤幕接上去之后 基本上它会出现两个萤幕 那如果你有三个萤幕接上去就会出现三个 那所以如果你那个外接的萤幕 比如说第一个是我现在这个萤幕 第二个可能是我外接的萤幕 那你是放在左边 还是放在右边 这个都可以调 调好之后按套用 这个会跟你的滑鼠的移动会有关系 因为很直觉 如果你扩充萤幕是放在左边 那理论上你滑鼠这样滑过去 滑到那个边边的时候 它应该会移到第二个萤幕上 所以这样子才是对的 那如果你发现我要移过去 结果移不过去 结果是在另外一边 那你就要做调整 这是第一件事 好了要按套用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设定说 哪一个是主萤幕 主显示器 你的那个Windows的这些东西 都会出现在主显示器上 所以你要去做调控 要给人家看到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要把这一个萤幕 设成主显示器 然后第三个 你可以个别调每一个萤幕的解析度 这是个别调每一个萤幕的解析度 然后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这一个是调你很多的萤幕的时候 如果是同步显示 就两个萤幕会长得一模一样 那如果你调延伸的话 延伸就会两个萤幕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有两个画面可以操纵 比如说一个看学生上课的状况 然后一个就是你在教学的画面这样 所以我们一般是调这个延伸显示器 那如果你选那个只在一或只在二 那就只有一个萤幕会发生作用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设定 设定完都记得 就是要确认套用就好 时钟还要再讲一次 时钟你Google就是在Windows搜寻这边点一下 然后直接打一个时 它就会出现时钟 那你可以点下来直接打开 或者是常用的工具 我会按右键把它放在工具列 把它钉选到工具列 工具列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你钉到这个这里以后 你就不用在那边找 你就直接点它就可以用 好就可以用 那至于设定的方式 就是如果你要加一个新的时钟 就按这个加 新增计时器 然后你就看你要调几秒 自己调 1分03秒 调好之后就按储存 它就会多一个1分03秒的时钟 那你要用的时候就把它Play 就可以放大 然后时间到它就会嗶嗶嗶叫你 所以就可以使用 好 那个A3列印的部分 其实方法很多种 有的是你的印表机 可以直接提供那个分割列印 那如果不行的话 各位老师 那个张老师有提供 宇翰跟张老师有提供 那个非常好设有分割列印海报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直接存JPG或SVG去 非常好设把它贴上 然后再分割列印就好 那大海报就可以印 那存档的时候 那个会建议各位 SVG的图档 就是你除了存XMind本身的档案 之后还可以做修改 随时可以改 那你要去输出或者是要去展览的时候 那个SVG 它是很好用的图档 而且它是向量图 放大缩小不会失真 那如果你是存JPG的话 就是你去做一般的印刷 可能就会比较糊一点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还有老师不要客气 直接问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时钟我查了时钟 可是出现的样子跟你不太一样 它出现是一个圆形 就是真正时钟的样子 然后 形状没关系 因为它是那个版本的 Windows版本的问题 它只是一个时钟 好像没办法像你有那么多 控制说 几点它会闹钟会响之类的 我的Windows版本是这样的 然后可以选 这边可以选那个什么番茄钟 计时器或是闹钟 或是马表或是世界时钟 那 所以这个是你的Windows版本 不一样 它的那个 这个长相就会不一样 那版本你可以在 如果说好 如果说你这个找不到 没有关系 各位你在网路上可以直接找 计时器 有的浏览器 就可以使用了 或者是Google的那个 应用程式商店 什么倒数计时器 这个网路上都有 你直接调好 有没有 就按开始它就可以开始计时 所以这个就是你关键字直接Google就有了 那或者是说如果你之前有上过我们那个平板的课程 而不是那个MyViewBoard 或者是HighTeach 那个这种东西有没有 那个白板的软体它都有提供 在它的工具里面 都会有类似这样的工具 你可以在白宝箱里面去选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超多可以用的 它各种地方都有 白宝箱 等它一下 这个白宝箱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教学的工具 那这里面就有马表跟计时器 这是马表 可以拉出来 拉出来就可以使用 等它一下 有了 所以你就可以去做调整 你可以去比如说40秒 然后Play 然后可以放大缩小 每一家那个软体的那个长相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应该到处都有 不管你要用浏览器 用App 用软体 用网页 都有这样的内容可以提供使用 老师你的Windows是什么版本 我看一下 我的Windows是家用版 是Windows 家用版 对 所以你如果Windows本身有的话是建议直接使用Windows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子就不用挂太多层次你的电脑效能就比较不会那么淡 那如果你的Windows本身你找不到或者看起来不满意 你再去找其他的工具 这种工具非常多 还有包括那个各位有一个布兰克的神人叫熊哥 熊哥他有很多小工具 这个网站 熊哥HTML5 然后这个熊哥Gsyan 这是那个布兰克的名师 那这里面很多工具 里面也有计时工具 然后也有抽奖工具 我本来本来要用他的热透工具来抽今天的抽奖来使用 不过因为 因为我 我今天 今天的那个是 今天账号是用go.edu.tw开的 所以我这个go的这个账号的 的那个浏览器上面还没有安装插件 所以我就 就没有 没有去搜集名单 好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好工具可以用 那他 别的地方还有放 这个搓搓乐非常好用 插件就是外挂从事的意思吗 插件就是google的外挂 对 在那个 在google的 我给各位看一下 在google的这个地方 右上角 这里 这边就会有一些插件 你可以在这边管理扩充功能 或者到他的应用程式商店去直接搜寻增加外挂就好 那关键字就是meet或者是meet外挂 或者是meet 如果你比如说你要点名功能 你就meet然后那个点名 这样去搜寻 就可以找到一些 那时钟也有 好 所以 所以应该很简单可以找得到 所以我知道我的windows是7的 所以没有 哇好久了 现在大家都用10了 已经好一阵子了 那个7已经停止维护了 所以会有比较多的安全疑虑 所以还是建议 如果你的电脑很旧的话 这样你够用 笔电是民国100年买的 哇 那个如果纯学习OK啦 如果你是老师要对学生受课 那个远距教学又要开meet 又要开电子书又要开软体 可能会很lag 所以是要去升级成10的意思吗 不是你的可能10年的电脑要换一下 不是只要换CPU那些电脑 笔电吗 对笔电 笔电没有办法换CPU 你就要买一台新的 好 因为主要是跟你的CPU的效能有关系 那远距时代 远距时代 远距时代 你要这么多工处理很多事 从此处理很多事情 你的CPU应该至少要4核到6核 6核心 4核心到6核心 这样子会比较顺一点 像我现在这台笔电是6核心 6核心 6核心12直径序 然后都会 对我都觉得有一点不太够用 像我在MIT我开很多软体开很多页面对不对 我都觉得会有一点小卡 所以如果你是单工自己学习自己在用 那个文书上网的话你那台还可以撑 但是如果你是老师你要教学生 你要同时开很多软体要切换很多的软体画面 我觉得会很辛苦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样 刚刚有网友写SSD就是固态硬碟的意思 SSD它只能让你比如说开机跟读写档案的时候速度可以快一点 速度可以快很多 但是你在处理软体的时候 事实上是使用CPU跟显示卡的效能 那这个部分就真的要多工的CPU会比较OK 对 我们再去看 对对对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Canva 比如说有时候讲释给我们是他的Canva的网址 然后我们进去也是在线上这样看 那是不是我们不是 就是像你是拥有者所以才能存成PDF 但我们无法把人家的存成PDF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 就是他在那个分享的时候 应该会有一个权限的设定 我看一下 因为我就是有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然后 不是 他应该是给Canva的链接 复制链接 那复制链接这边 这边会分 就是 任何具有此链接者可供编辑 有没有 就是那个讲师在分给 就把链接给你的时候 他必须要改这个选项 他改了之后他复制给你的链接 你才可以去做 新定存心档或者编辑的动作 那他如果没有改的话 你就只能看 就只能看 不能用 这样子 就只能一直按那个键 一直放下 对对你就只能播放而已 这个是跟他给你的时候的 权限设定有关系 那一般老师 比较不会把权限放给大家 让他们觉得这个智慧的结晶 但是如果你要我可以给你没关系 我 我们下次 那个下次 就是进阶班我会把这个所有的连结 换成可编辑的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 反正教育这种东西 就是大家都站在去 肩膀上往上成长 所以你就是 我们不会有那个分别心 那我们也相信你会善用 当然 你如果是假设你不是老师 你是开补习班的 你要拿去私用 我个人我也不会建议 因为反正最后受惠的都是小孩 那所以我个人是不建议 但是会有很多老师去会建议 会建议这种事情 所以如果你问到那个老师 就那个老师就跟你打哈哈 或者是说他不愿意开那个权限 你就不要强求了 因为这个毕竟是人家的心情 大概是这样的 老师我问的问题是因为我之前参加演习 然后老师讲师给的答案就是Canva 然后变成在线上这样一页一页按 我只是想要 也像你这样存存PDF 下来看比较好容易看 只是好像 那其实那个老师可以直接分享的时候 他可以直接存PDF 像我们这边按分享的时候 他是可以按这个下载 然后他有选项 你要变成图片还是要给PDF 所以你可以请老师存存PDF给你 那你就可以用PDF看 再电子书也可以用 对 所以其实就是老师下载的选项 所以电子书是不能处理Canva的 可以处理PDF 电子书是不能编辑的 PDF是不能编辑 除非你有那个PDF的编辑软件 大概是有版权的 对 好 了解 谢谢 不会 那个 陈老师我没有办法给你建议 因为我没有用过苹果的笔电 但是如果是一般老师教学用途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但是我们这种科技老师 因为科技老师常常要试很多新的软体 新的硬体 然后在上面做一些开发研究 所以科技老师其实很难很难使用苹果笔电 因为苹果笔电的软体 他要上架都会需要 需要一点时间 那或者说你很多情况找不到那个软体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是科技老师我不建议啦 那如果你是一般老师 我觉得听很多老师讲 就是除了使用习惯有点不太一样之外 他其实是很棒的 那如果你是那个从事艺术创作或媒体影音创作的 真的苹果的评价是真的是很不错 大概是这样 那PNG是一般的JPG的土档 他放大还是会失真 那SVG是向量土档 放大不会失真 所以你要放大成整个操场那么大的海报 他都不会失真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 建议你存SVG SVG土档 好 哇那个 现在还有130位老师在线上 各位老师我们下课咯 你有问题才留下来 有问题才留下来 那没问题的我们都下课了 好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好那如果再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就把会议室给结束掉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对那个张老师说十年的笔电真的够本了 你可以把它丢给学生学习用 因为现在笔电很轻薄效能很棒 那真的是不错了 那个MIT录影的连结 录影的部分 因为他等下录影结束之后 才会出现在云端硬碟 那所以我想我这礼拜先把它传到网路上 那各位有需要可以先 我再把连结在下礼拜六再给各位 各位再去看 那我比较有系统整理过 剪辑过的 会之后剪辑过再放出来 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老师 好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老师 老师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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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赞助了 拜拜